如果大家對藝術史有認識的話 當人問你現代繪畫是怎樣形成的 有哪幾個標準答案 其實通常只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之後 人們可以多了很多題材去畫東西 因為鋼筋水泥 很多大都市 人們可以由風景畫 或者傳統畫貴族畫裡面 跳出來畫多些不同的東西 而且因為工業革命 或者工業這件事實在 人們是太抽象 因為說到機器 機器可以取代人 所以說到這些conceptual的東西 人們可以跳到去抽象畫 或者人們就會覺得這樣 因為抽象畫就發生了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神權或者宗教的影響越來越少 因為以前如果神權和宗教影響底下 大部分畫畫的題材一定要關懈於宗教 神跡也好 聖人也好 聖母也好 什麼都好 都是要連結到神話或者宗教的 第三就是攝影機 即是相機 當以前畫家的功能就是要記錄事實 畫像畫畫風景畫 當原來相機可以做到這件事之後 畫家的地位就沒有了 而他們要開始想自己怎樣去發展 就想想 嘗試一下 不畫一些相機可以拍到的東西 所以就會有很多抽象的東西 形而上的東西 超現實的東西 畫夢境 但是德拉茲劈頭就說 他同意第一點 但他不同意第二和第三點 第二點是神權 他就說 以前神權就好像有一個老爸 老爸教你應該怎樣畫畫 即是老爸告訴你 你有哪些東西可以畫不可以畫 應該畫不應該畫 就是怎樣呢 我給你們一個例子 因為在西方傳統下 人和神是一個絕對的距離 他不是好像中國那種儒家式的 我和天是可以天人合一的 而西方就不是這樣 我和神一定要保持一個距離 所以在以前的宗教畫 這幅畫叫做 The Burial of the Count of August 在1586到1888年 你看這幅畫就會看到我剛才說的 你會看到下面那一層 就是說人世間的東西 你會看到全部的figure 都是很整整地排列 人的shape 人是勾勒倒出來 還有是有前景後景 有個透視 但是一畫到天界的東西 因為他們不可以直接描述到 因為他們不可以知道 天是怎樣的樣子 即他們不可以知道 所以你會看到整圖形 都是混在一起的 你會看到那些人變得很柔和 那些線條很柔和 所有東西都好像黏在一起 這也很出名 就是El Greco 畫的 The opening of the fifth seal 前面這個人就叫聖John 因為他是直接 直接要天去賦予他的東西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畫面 都是非常非常混亂的 而且是非常有現代感 其實這些圖都是德勒之 告訴他們 德勒之舉例的 德勒之舉例的 還有這一幅叫喬托畫 你會看到 這個是耶穌來的 耶穌直情好像變了一個風箏 被人放紙繞地放上街 所以他們畫天的時候 就可以創意無限 怎樣都可以 原來這個老爸教你 應該什麼可以畫 什麼不可以畫 去到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 人本主義就出來了 我們人們不再需要畫上帝了 可以畫一些現世的東西 當去到現代的時候 就好像那個老爸就跟你說 其實你可以什麼都做 你很有自由 你可以什麼都做 即是對畫家這樣說 其實我沒有什麼需要畫 沒有什麼不需要畫 你可以自由去做你的事 德勒之說這個邏輯不對 他要扭轉一扭 就用拉肯方式扭轉 他就說 如果上帝不存在 什麼都不可能 因為什麼呢 就是扣回藝術史 就是說 如果當你老爸不再跟你說 或者當你老爸 就讓你自由去做什麼都可以 他不教你任何東西 我不教你任何東西 你就自己去做 自己去探索 其實你是不知道應該做什麼的 就正如當代或者現代的處境 就是當神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時候 其實那些畫家根本不知道 怎樣操控自己 如果當那個人跟你說 什麼都可以畫的時候 他根本都不知道可以畫什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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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